大家好,我是Jesse,欢迎回到TLA频道 那今天要跟大家讨论的是这个六都的选战 那为什么要讨论这个话题呢,我等一下跟大家说明 那首先先说我是新北市的市民 那原本其实只想要讨论新北市的选战而已 但是呢,在我发现上网查找资料之后 觉得好像还是六都一起来讨论这样子会比较有一个完整性 于是呢,我就上网查一下资料 但是越查越发现好像没有一个完整的证件资讯的统整的一个网站 那因为像之前啊,选举的时候好像都会有这个选举公报出来 那就会说哦,每一个候选人的证件大概是哪一些这样子 那这次好像可能时间还公报的时间可能还没到 那但是我觉得现在这种资讯爆炸时代的话 好像如果在网路上有一个完整的一个统整的话 对于选民来讲是一个不错的资讯来源 所以说呢,我就先上网查一下这次选举的时间历程 那我才赫然发现,选举原来是一场最大的群众募资骗局 那为什么我会这样子说呢? 请大家一定要务必看下去 那首先我们先Google搜寻一下2022的六都选举这样的关键字 那你就会发现说看到很多新闻媒体制作跟这个选情相关的一些资讯统整的网站 但是这些资讯呢,不包括证件哦 你会发现说几乎每个网站做的内容其实都是差不多的 那不外乎就是这些民调的声量啊 或者说各式的新闻丑闻啊 还是说这个勒搜的关键字啊 还是新闻留言的这种排行榜等等 那还有一些像是可能说选战倒数几天啊 这样子的一些资讯 但是呢,你就是看不到有一个完整的证件统整 在这些网站里面 那我真的呢,非常想要好好的去了解说 在我的这个选区里面 我的这些候选人他们到底提出什么样子的证件 可以为我未来的这个城市呢,做一些规划 所以呢,嗯,对,我怎么找都找不到 那你可能说啊,可能是我自己的Google能力不足的关系吧 好,没关系,那我们就再换一个关键字来搜寻好了 我们这次搜寻这个2022六都市长候选人证件 我特别加上证件两个字来看看是不是可以搜到相关的资料 那但是呢,依然没有相关的资料 可能就是有很灵散的一些 比如说,这个候选人他去参加哪一些活动 那他在那个活动场合里面说 关于这个产业或是说这个类别的证件 例如说,今天候选人去参加这个跟艺文相关的活动 那他就发表说,哦,他关于艺文的证件是什么 那其实这样子对我来说,就是一个还蛮临散的资讯 那这个就让我想到说,在现在这个资讯爆炸的时代 那每天呢,选民都看到很多的新闻啊 新闻的片段啊,社群媒体的一些资讯的片段 在这样子资历破碎的讯息之下 我们真的有办法去完整的吸收到说 每一个候选人他所提出来的证件跟规划吗 那尤其呢,在现在这种公关舆论的操弄之下 我们可以看到说,新闻露出的都是一些跟证件 比较八竿子打不着的一些消息 比如说可能会讲说,哦,这个候选人的学历怎么样造假 或者说他论文怎么样抄袭啊 或者说这个候选人他的证件 其实根本延续现在的这个政府的证件 其实也没什么创新 大概就是在吵这几个问题 那这些问题每天在这些新闻台啊 政论台这样子轮番播出 那对于选民来讲 其实也算是一种疲劳轰炸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关于 举例啦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很多关于台北市长候选人的人设相关的新闻 那其他县市的候选人的新闻好像就不多 那就变成说好像是每天在洗脑同一件事情 然后变成好像这些事情就变成说是在讨论一种 是变成在讨论一种意识形态 就无法真正去了解说这些候选人他的证件到底在什么样子的地方 那接着呢 那我们就来看看说 这个选战大概是从什么时候开始的 我们查一下资料发现说 选战其实可以追溯到从去年4月就开始准备了 最早的话 那一路到今天 今天制作影片的今天是10月6号 那我们可以看到说投票日是11月26号 那公办证件发表会竟然是在11月11号到25号之间 才会有这个公办的证件发表会 我真的 Oh my God 我有看错吗 就是完整呈现证件的这个时间点 竟然是在投票日的两周之前 你各位觉得两周有办法让你去好好吸收判断跟分析 这个候选人所讲的话以及他所规划的蓝图 是不是适合现在的这个城市跟适合这个城市的居民吗 那我们呢也没有办法在他所谓的这个公办证件说明会 之前的时间有一个完整的管道去好好的了解这些证件 那我觉得这其实是非常可惜的 那希望未来呢有机会的话 那台湾的选举呢可以再有更好的改善 然后让这个资讯更透明 让选民能够更了解就是候选人的证件 那我们呢再来看下一个问题 就是说在其实在选举的筹备的这个期间 其实政治现金就已经进来了 那根据呢监察院的这个政治现金公开查询平台的一个资料来看 我们看四年前2018年的九合一选举胜选的直辖市的这个当选人当中 新北跟高雄呢两个直辖市呢 其实都砸下了上亿元的选举经费哦 那新北市的侯友宜呢 他所收到的政治现金的收入呢更是这个全台支管 那也达到了1.33亿元 那再来呢就是高雄的这个韩国瑜 他政治现金的收入呢达到1.29亿元这么高 那就想象一下选举这件事情花了超过1亿元 然后再做这个意识形态的宣传 这样子合理吗 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很适合各个选民去想想看 究竟一个理想的选举环境应该是怎么样子呢 是花了大把的钞票然后再炒作一些政治议题跟 这些政治议题跟这个证件其实是有无关的 这些议题是你们想要看见的吗 这可以值得大家好好去思考一下 接着我就会想到在我们完全根本不了解 这个整体的完整证件的情况之下 政治现金就可以达到这么高的收入 真的是很amazing 我觉得每个候选人都是很厉害的这个绘画大师 这种艺术天分很高 就是可以让各方人马呢 在看见这幅画之前呢就砸下重景 预定要先买它了 那当然我们不排除说这些政治现金 其实都是一些商界大佬要来买未来产业发展 以及的这个可能未来的这个收入的一种策略 但是我想讨论说政治人物在制定政策的时候 考虑的是人民还是考虑的是政商大佬为优先呢 如果是以人民为优先的话 那是不是可以更早的让民众知道这个政策的规划以及蓝图 然后呢给民众更充足的时间去做思考以及正确的决定 影片的最后你觉得你所选出来的候选人 有遵守当初的承诺并且为你带来福利吗 还是说他选前来拜托选后就是他手呢 欢迎在底下呢留言跟我们分享你最喜欢的六都候选人的政见 让我们一起来讨论怎么样可以让台湾变得更好 感谢观看